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关心今天的《荣亚企业企业》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大家目前最关心的就是雁花台风的动态 那么雁花台风目前正持续朝我们台湾的方向 在接近当中预计它的外围环流云溪在礼拜三礼拜四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银封面北部地区特别注意云量偏偷转成正雨了 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 那么礼拜五是影响最显著的时候 包含有可能会发布陆上台风期贸 大家要做好房台准备 那么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 南部还是会有午后的雷震雨 另外提醒大家 就是外围环流云气明年开始影响之后 沿海地区的风浪也会变大要特别注意长浪 所以我们渝民朋友们也要特别当心 来看一下这个烟花跟查帕克两个台风的路径预设 那么烟花台风目前正持续缓慢的速度往西边移动 那么在中间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点打转 因为它的导引气流并不是那么明显 北边虽然有太平洋高压 但是对它的直接影响也不是太明显 那在西南边这边有一个查帕卡台风 可能跟它会有一个藤雲效应的一个 往南边拉扯的一个引力税呢 也还是会对它的路径有些影响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路径是有点往南 之后又往北偏了 就是要说它其实是有点这个角力的一个拉扯 那目前看起来大概就是在礼拜五的时候 礼拜五跟礼拜六是这个台风 对我们台湾影响最减著的时候 如果路径没有太明显变化的话 所以提醒大家赶快提早做好防台的这个因应的准备 因为礼拜三礼拜四还有一些时间 但是礼拜三礼拜四就逐渐受到 它的外围环流云溪的影响了 那么这个烟花台风来了 提醒大家要特别追延防豪雨的灾害 把我们的倒作 大宗蔬菜瓜果类的蔬菜还有一些设施 可能都要做一些检查还有一些因应的措施 另外鱼面朋友们也要特别注意 这个鱼温的水闸门是不是有关好 是不是可以正常运作 包含发电机 另外鱼船要加强它的细缆的固定 还有海上的这个香网定制网 可能都要去有给它一个固定的一个动作 提醒大家赶快及早做好准备 还有一些时间 来看一下这个台风会怎么影响 从这个数值模式预测图上面可以看到 烟花台风目前正持续往西面移动 移动速度没有很快 明天的话礼拜三 外围环流的云气慢慢的影响 我们台湾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另外来看一下到礼拜四的时候 台风持续接近 我们台湾还是受到它的外围环流的影响 但是它的暴风群又再更接近了 所以外围环流的影响还会再更加的显著 到礼拜五可以看到是台风 对我们台湾影响最显著的时候 目前的路径看起来有可能是朝我们台湾的 北部的陆地或者是北部的海面通过 并且逐渐往这个西北 或是偏这个西方来移动 到这个礼拜五之后 它可能又会有点往北边偏的趋势 但是在这个期间可以看到 我们会受到台风的环流 尤其是我们的中部以北地区 是它的环流的一个影风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山区会容易有这个比较大的雨势 把我们的中南部山区要特别注意 它的外围环流还有它本身环流的影响 都可能造成相当明显的雨势 那么另外就是风浪的部分 也都要特别的来留意 来看一下到礼拜六的时候 上半天我们台湾还是持续受到 台风的环流的影响 到下半天的时候 会说它的外围环流带来一些偏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礼拜六的话 降雨的区域会从原本的比较偏中北部地区 会转成到我们的这个中南部地区 会是主要的一个降雨的范围 到礼拜六下半天的时候 那么到这个礼拜天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 可能会持续有些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什么地方容易下雨 礼拜三礼拜四就是北部东北部了 那么到这个礼拜五的时候 还是以中北部跟东北部为主 但是我们的中南部地区 也是会有降雨的机会 尤其是山区也还是会相当的显著 到礼拜六也还是要特别距 所以可以看到未来四天降雨的区域 礼拜三礼拜四 在这个北部的山区是最显著的 礼拜五礼拜六全台湾都有下雨的机会 包含了中北部跟东北部 还有我们中南部的山区 都是目前看起来一个降雨的一个热区 来看一下在这个风浪的情况 要特别追随着台风接近浪况 这个非常的明显 除了东石安平还是中浪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大浪到这个巨浪 尤其宜兰苏澳沿海跟鹏家雨附近 要特别留意会有这个巨浪出现 那么在离岛的情况的话 可以看到在我们钓鱼台海面是猛浪 那么马祖 绿岛 蓝宇跟澎湖的话是大浪 金门的话是中浪 另外来看一下在这个潮汐的部分的话 这次要特别追随 像可以看到我们基隆跟恒春是大潮 其他地方是中潮 那么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里外岛部分的话呢 澎湖 马公是大潮 其他像金门 廉江跟台东的话是 跟这个蓝宇的话是中潮 另外在温度的部分 明天中午跟今天比较起来 除了台中稍微高一度之外 其他地方会低了1度 甚至到4度左右 尤其我们新北跟基隆北部的这个温度 下降幅度是比较明显 因为最主要是因为云浪增加的幅度是比较多的 在我们中南部地区的话 这变化比较不是那么明显 在台南台东花莲是会比今天大概再高一度 加以现实的话是低1度左右 另外来看一下一周的温度趋势 北部的话低温是27度 中午高温是30到35度 要留意的是礼拜四礼拜五跟礼拜六 因为受到台风的这个雨量接近的影响 所以稍微的往下降一些 那么在我们南部的低温是27到28度 中午高温36到33度 提醒大家 映画台风阵直接接近我们台湾 有可能会发布海上以及陆上的台风情报 提醒大家及早做好防台准备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农业气象 明天再见 明天见